你想要去哪儿都可以 没有必要装出一副 跟我一样很喜欢工作的样子 我喜欢工作不是装的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得跟你一样 二十四小时都搭在工作上 我努力工作 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 不全力一副工作 怎么可以体验人生其他乐趣呢 生生果业有你这样的领导 当然很好 但是你的家庭呢 你的老婆孩子算什么呀 不要动不动就提你喜欢工作好吗 你每天赖在公司是爱公司的网诉吗 还不是因为回家嫌老婆吵孩子太烦吗 不要动不动就把顾全大局挂在嘴上 我爸当初也是这么跟我妈说的 说了很多遍了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我怎么就不懂了 你是我领导 我很敬重你的敬业精神 但是我拒绝和你一样 什么责任心啊 敬业啊 你这就是工作成瘾 跟玩游戏有什么区别啊 成瘾就是病 有病就得治 男人的事业心 怎么可以跟游戏瘾相提病呢 你不要动不动就提男人好吗 你这是大男子主义 你不光是男人 你还是个父亲 我之前早就跟你说过了 如果你不想你的孩子将来跟我一样 麻烦你趁早不要做我爸那样的父亲 你听了吗 你改了吗 你很自我呀 你依然该干嘛干嘛 成天泡在办公室啊 父亲的天性我都拦不住你 这不是成瘾之神 真的 也就只有小白姐 像个傻子一样 义无反顾地跟你生孩子 她要不跟你一婚 我都害怕她将来会跟我妈一样 对不起 一句话提了我们俩的伤心事 但是你不要因为我跟你不一样 就否定我对工作的热爱